反映到人民币这块来讲 我觉得我对人民币倒不是特别担心 人民币以前给大家讲过 人民币它主要是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内部因素主要看我们国内会不会有系统性风险 国内经济怎么样 外部它主要是其实是看美元指数的走势怎么样 我想人民币它也不会出现一个特别恶劣的一个贬值趋势 或者很快就到7.5 8.0 只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这种压力 它这段时间的贬值主要是因为美元指数太强了 导致的 相比欧元英镑那些货币它其实贬值的幅度并不大 也就是不到4个点的贬值幅度 但是欧元英镑那些加拿大元 他们的贬值都在7 8% 他们贬值幅度更大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人民币其实还是算相对强势了 相对强势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世界工厂还是很强 我想中国世界工厂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底牌 最重要的一个底牌 这个底牌什么时候会受到削弱和威胁 或者什么情况下有可能被威胁 我想只有全球经济出现衰退的情况下 我们会受到威胁 因为那样的话 我们产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消化 消化就可能被动的可能要缩减产能 或者关闭一些工厂 否则的话 我觉得这个世界工厂的地位很难动摇 因为它的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它是长达20年 甚至是30年建立起来的 这么一个产业集群 大家可以看到 从最长头上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 大家可以看到 在15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高峰是6000亿 那个时候是出现了一些衰退式顺差 什么意思 就是出口还是比较强的 但进口比较弱 主要是因为15年中国经济那会比较弱 周期性行业整体有很大的下行趋势 所以说那个顺差是那个时代 也就是说10年前的一个高峰 是6000亿 5000亿 6000亿的一个水平 大家可以看 在2020年疫情以后 明显顺差的上了一个台阶 基本就往7000亿 8000亿去走了 22年的贸易顺差 是高达8000亿美金 23年的贸易顺差也是8000亿美金 今年的1到10月的贸易顺差 目前是7500亿美金 我想截止到年底肯定上了8500 甚至9000都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个贸易顺差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大 一年将近1万亿的金额 对吧 所以说这个也是人币汇率的一个 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只要世界工厂不要被打垮 或者是不要出大的问题 我想在汇率上面的风险 基本来讲还是总体可控的 而总体可控的